这个视频是拍给我父母看的 以及给各位的父母看的 我就用这个视频讲清楚 我们现在的年轻的男孩子 为什么不结婚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以前古代 这个男女结婚 他是有分配的 他是怎么分配 男的准备车准备房 男的要给排练 是吧 这些东西是男孩子要准备的 女孩子要做什么呢 女孩子嫁过来之后 要做家务 要给男方提供情绪价值 要保证孩子他是亲生的 还要照顾男方的父母 还要会给这个家庭省钱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叫什么 传统的婚姻模式 传统婚姻模式 就是各司其责 各有各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男孩子 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现在的女孩子 要求车房要写她名 写她的名字 知道吗 都不是说给她住了 直接写她名字 财女还好 添加 财女还要给添加财女 然后女的是吧 不会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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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女的你娶回家 你要给她提供情绪价值 孩子还不能保证 她是亲生的 然后她也没有义务 给你父母养老 照顾你父母 知道吗 然后女的呢 更不会省钱 不是败家的 不会省钱 就是花钱的 她是来花你的钱的 就是我问大家 就是当你现在面临结婚的时候 一个女的跟你讲 是吧 车房嫌我名 财女38万 家务不会做 你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孩子还不能保证亲生 她也没有义务 照顾你的父母 而且她也没有义务 给你省钱 你要给她花钱 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遇到这种女孩子 你结婚干嘛 就是所有的责任 全部归结为男方 是吧 女人她就什么 她就没有任何责任 她就是来享福的 你知道吗 但我问你们 我们男孩子 我们结婚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必要结婚 谁结婚啊 知道吗 这个视频发给我妈看到